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清新大神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GXX123456独版的西游式恶传的这么一个TAS速通 那这次是小龙女,先做的是来自于她的上一部的老沙,沙无镜 那这一部的声音就比较小,大家伙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 我也不知道把字怎么调成大了,我可以调一下 但她这又不是说没有,不过呢,其实啊,大家伙谁来听小龙女的声音啊 不都听我狼的声音吗,这个小龙女,她的声音不就一咕一咕四溃的之类的啊 咱都不太懂了啊,听不及的啊 哎,火龙刀,兄弟们,你玩小龙女,她就必须得有火龙刀 有火龙刀小龙女,那真的是童年女神 我跟你说,做游戏的人,她必须得有这个觉悟啊 没有这个觉悟是不行的,OK 直接叫鸡个龙刀啊,就是金刚咒啊,金刚咒 那这里面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这个速通的啊 肯定啊,就没有这个老沙快,也没有猴子快 像这些角色呢啊,这个还点是猴子速通快啊 这个没办法啊,火云刀,看看 火云刀 这个想想白白浪费的大学生活 想想白白浪费的大学生 啊,想想白白的大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白白的大腿 还有白色的胖子啊,对吧 这个是实打实的啊 啊,你可以看到啊 他这个确实,你做这个游戏,咱不知道 是吧,你这是给小孩子玩的吗 啊,这是可以说的吗,兄弟们啊 我不知道啊,我也不敢问啊 OK,那跳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捂一下啊 这个懂得都懂,不懂别问了啊 OK,当然速通呢,就是一个字快 啊,就是一个字快啊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无影刀 血杀一根 两个血杀直接死 该用血用血啊 再无影刀 血杀,起身卡血 感觉这招真的好赖啊 这招,然后照射镜 该不吃都不吃无影刀 然后再把小明扣死 照射镜过来 应该是还有这个 我记得以前就是玩那什么 这里面有这个玄冰斧什么的啊 就玩那个super版啊 好,小龙女上来就直接往下跑 位置上直接捡了一个电符 然后直接拖 拖到这个红孩儿这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腰子 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第二关呢,是火魂啊 正所谓火克金 小龙女是基础性的啊 所以说呢,这关呢 是在各方面属性上是被克啊 不过也不耽误 其实正常火属性的小龙女之所以 跟大家一会讲讲啊 之所以好多的角色慢啊 主要就是因为呢 除了本身游戏角色的问题之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属性的问题 你像虽然说咱们是火克金 对吧,火克金其实还好啊 这个再加上悟空啊 他就是攻击就摆在这儿 但你如果说是老沙 他就死来了啊 老沙呢,是第二关也克 然后最后一关也克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最后一关 对吧 你最后一关这个就不是跟大家伙 嘻嘻哈哈的了 好,站在这个位置上 啊,跳起来 喂 这个不行,还得是火运刀 兄弟们,真的 还得是火运刀啊 那有了火运刀 那真的不是在跟大家伙 开玩笑的 不过想想这个小龙女 她的原型应该是观音大事 手底下这个这个龙女 啊,据原著里形容的 这个呃,这个观音大事呢 招降悟空的时候啊 说啊,你就不能把你招在身边 你要把你招在身边 你要打我身边龙女的主意了啊 这里面这个龙女 就类似于像 就是,就各方面的人 在她那都有 啊,对吧 都有这个 哎,都有 你会发现啊 各种妖精啊 有点本事的 她收为己用 给她当保安的 给她当善财童子啊 啊,给她当善财童子呢 一则 一则是她的这个父亲 是牛魔王 二则 她的父亲有可能不是牛魔王 啊,对吧 哎,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啊 对吧 然后呢 你像那个 偷家杀的黑熊贵 哎 再有这个 木车 对吧 小龙女 哎,你这就真的不是在跟大伙开玩笑啊 反正各种人都在她手底下 你想想啊 这个 这个 就是 跟大家说啊 很多人说 想说 哎,为什么要考一个那个 这个 这个明明自己没有这个本事 为什么有一些 有钱呀 或者有一些社会地位的家庭 把孩子送到某某某学院 宁愿化巨资也要上啊 对吧 哎,这个 主要就是因为 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呢 她的这个同学未来啊 是吧 都有这个 人脉啊 这人脉很重要啊 是不是 虽然说主要还是靠自己 或者说靠自己的家世 但是这个人脉就不一样了啊 你西游世界也是靠人脉的 你像这个 悟空纵横三界 许经路上一路降妖伏魔 能想过的就想 想不过的 就找人想 反正就没有说 想不过的时候 你再厉害 你九零元胜 再厉害 金吃大朋友鸟 那三个妖精再猛 没有用的啊 本身呢 宋空本事不弱 还有情商 还有智商 他知道该找谁 去解决这个事 你像现在有好多人 不知道怎么找人 对吧 比如说碰见有 有人说碰见事了 说啊 我找几个人 我说那个什么 这个帮帮办事 你可能你都找错了啊 你找人办事 找错了 对不对 很多人说 小拉 我问个事啊 你看啊 这个 我有个 对吧 我有个女朋友啊 对吧 我有个女朋友 然后呢 这个 哎呀 我这个女朋友呢 他他他他妹妹啊 他姐姐什么的啊 都都不喜欢我 对吧 都不喜欢我 这个怎么办啊 我怎么才能让他们喜欢我 让他接受我这个 姐夫或者是妹夫呢 我说这个事吧 就很简单 首先呢 你把我的微信推给 对吧 推给他俩 我跟他聊 这个事就不用你说 你知道吧 哎 我直接就能搞定 所以说懂的都懂 不懂别问了啊 你得找对人 你知道吗 你像这悟空就知道怎么找人 你像刚才 这红海尔这个 你找观音大事 为什么很多时候 都不找别人 找观音大事呢 这个事的 你去 那就不一样了啊 这个 这都是一路走过来 这悟空也是慢慢在成长 找什么样的人 那 很多人说 找龙王行不行 那很明显不行 对吧 这红孩的事 他龙王他能管吗 管不了啊 对吧 这龙王还有一个 这个 你看有那么多龙王 有这个海龙王 这是比较大的 还有这个河 对吧 像镜河龙王 对不对 还有井龙王 还有一些怪怪的 你像那个 三太子 那个小龙女 嫁给九头虫 那个 那不也是个龙王 请牛蒙王赴宴 龙王在整个 三界当中 可能咱们现在说 人中之龙 什么 龙凤之姿 什么的 在西游世界里 龙王在神仙这个圈里 属于稍微的低 那么一内内等级 说让你死就死 说犯了天条 嘎你就嘎你 你即便是东海龙王 你儿子犯错误了 招样啥就给你扯 啥也不是一连粉刺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说 就是这个情况 你最后找谁 找观音大士 观音大士是啥 你有什么事 几句不了 找观音是没有问题的 你包括观音手里 还有个宠物 叫灵感大王 是吧 这个 好使 你就得找观音 那人家为什么叫 灵感大王呢 是不是 对不对 好 但是咱们不写上 这个 这个灵感大王就在这 金鱼精 其实想想这个金鱼 是怎么变成 怎么变成这个 金鱼的 是不是 就是鲤鱼变成金鱼 啊 哎 这个烟炎犯了 是真难受 兄弟们啊 好 OK 这就是这关的boss啊 第四关的boss 金鱼精呢 其实 这个 你可以看到啊 他真的长得特别壮 他是个人形 穿着衣服在水底下 然后呢 就拿两 哎 拿个雷骨 梦金锤啊 不知道以为里面罢呢 对吧 但他手里只拿一个锤子 这个就有点锤子了 兄弟们啊 用你那厚厚地 大嘴唇子 你看 这绝对厚啊 这个啊 而且绿了八几了啊 人数外号绿巨人啊 兄弟们啊 好 OK 这小龙女官 你手里拿了个匕首 他拿单匕首啊 如果拿两个匕首 被貂蝉嘛 输了个发型 扎两个包 这扎两个包 这个发型呢 很多人想到春丽 对吧 想到春丽 然后还想到什么呢 还想到这个 呃 当时咱们看那个 叫什么 啊 这个 呃 毕血 毕血剑 那个电影版 就是 恩恩 怨怨 什么 当当当当 当当当 那个啊 就那个 哎 那个元彪啊 李修贤啥的啊 那里面有一个 那个 那个 这个温 温补主 那个温宝主 那个啊 啊 就是温家浦 温家浦的一帮 那个 他家女儿 啊 这个 就是也是 有一阵这个发型 其实这个 有的时候 它是贴谢的啊 你像那个春丽 它早就出来了 哎 这给咱们一种啊 这个感觉 哎 这个特别贴心啊 你看 这个国 我们都叫 我们为什么管 它叫国妞 就是咱们国家的 一个大妞啊 就东北大妞嘛 北方大 就叫妞 就是这个国妞 都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叫的啊 小伙伴们啊 但这个叫国妞 没有什么问题 但你这个 这个形象留在这呢 有的时候这个游戏啊 很多人就觉得 做游戏 哎 它怎么才能让自己的游戏 迅速占领市场 除了游戏本身的质量过一样 比如说游戏的设定玩法 对吧 游戏的音乐画面 游戏的剧情 哎 这个面向什么样的观众 你像这个街霸这个游戏 当年那真的是做的好啊 想一想啊 街霸这个题材呢 作为一个格斗游戏啊 本身呢 就是那个时候就比较后战 大伙玩格斗游戏 正常打架肯定是不行 但是格斗游戏玩起来 你赢我输 而不像闯关游戏 对抗电脑那么简单啊 PVP 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脑 这里面呢 他要取悦各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玩家 可以啊 你想取悦咱们中国的玩家 是不是 那就是春丽 人气非常的高 取悦什么 你像这个剧情里面红白 白人呢 就是主角 因为他是小日子中的游戏嘛 龙主角 然后呢 来自于阿美利卡的 阿美利卡的这个肯 也会升龙拳 波动拳什么的啊 这个是吧 这是 还有什么呢 还有类似于像 你说这个苏联大汉 那个时候咱们叫苏联啊 那就是没有解体嘛 对不对 叫苏联大汉 然后呢 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解体了 就叫俄国 俄罗斯 对吧 都都都叫这个俄罗俄 因为解体了 他他这他只是联邦嘛 解体的很正常嘛 然后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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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 这个 还有很多其他的啊 什么 什么印度那个达尔西姆 什么又就是那个野人啊 青狼什么的啊 就感觉各个都有嘛 是吧 所以说你这一看 哎呦 这一句 是吧 这就就各个玩家都有他 他觉得动动玩 而且剧情非常简单 每个人有一个独立的小剧情 只要看了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这个跟春丽挺像的啊 我觉得也是 就有点类似于就是先打开局面 哎呀哎 这个这个是不是那春丽啊 这俩游戏可以联动的啊 哎 他就可以玩了 对不对 哎 他就可以玩了 那多卖一份是一份啊 这样一个市场才是关键啊 这个很正常 像有很多歌曲啊 为什么有好多 特别好的 特别风雅的那种戏曲啊 什么的 可能大伙不愿意听 越是那种通俗易懂呢 啊 会计人口 那种口水歌 反而容易火 啊 因为他就是能传唱度比较高 就像那个形象似的 传播都比较高 像现在有很多大AP啊 你像咱们咱们国家一拍西游记 那现在都有多少个版本的西游记 咱别管是正了八经的电视剧啊 戏剧啊 东华片啊 电影啊 网络大电影啊 西游银传啊 之类的啊 是吧 啊 我不知道大伙看不看我啊 等等啊 等等吧 啊 然后呢 再再再再就是说 你还有外国人拍的 你你你你你怎么说呢 啊 对吧 你你就 那那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朗朗上 一说宋空 对吧 一说宋空 这个名字 你像还有七龙珠 一说这个宋空啊 你感觉好像 就能取悦一部分的 是吧 有的时候他可能 他游戏完全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小龙 你长得像春丽 是吧 当然完全不一样啊 对吧 他不是一个东西啊 不是个游戏 对吧 形象也很贴切的 你比如说你像双阶龙二代里面有一个boss 就那个拖拉机上面那个boss 后面也经常出的一个一个怪啊 也可以当成精英怪 那个怪就是什么 那个怪长得就是施瓦星哥 他就是奔着施瓦星哥来的 还有什么能源战士 也是 对吧 你像那个街坝里面 泰森 对吧 后面还有这个飞龙 后面那个飞龙 大家会了解啊 就是就是一个明星啊 照着李小龙来来搬的 然后人家为了规避这个版权 人家只不只不过说是 啊 就是飞龙啊 他就自己说是在模仿 你看这个事吧 就特别聪明是不是啊 特别聪明 我去 我就是用你了 怎么了 但是我就是在模仿 我演电影 练明星啊 啊 我不是李小龙啊 我只不过是觉得李小龙好 我模仿他啊 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是不是 对不对 有版权纠纷的啊 到时候人家后人过来找你怎么办啊 对不对 比如像什么真功夫什么的 是不是啊 这个又有这个意识啊 好 底下那个包括咱们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 有这个什么 左送星啊 啊 对吧 那是赌圣的原版叫左送星 后面就不叫了啊 后面即便再拍 那没有版权了 换着拍了 这个 那这个 王晶在拍的时候 他就 他不能叫赌圣了啊 他不能说正了八经 他叫赌圣 二支 什么什么啊 赌侠 就 叫赌侠 然后再往后是赌圣二支 上海山赌圣 这个 这个就得这么叫了 要不然他那个 原那个电影公司 他不是一个 他不就 是不是啊 然后他也不能叫这个名字 他叫阿星 哎 你看这个就比较实在 我又没说我叫左送星 是不是啊 这个就 这个确实牛啊 我就没法说了 什么 好了啊 当然了 可能说小狼 你这 尤其是有一些新进来的小伙伴 说我拿着你 你 这是在解说吗 没错 你没有听错 完全没有在解说啊 当然完全没这个必要啊 因为这个task呢 其实这就是很多人知道啊 如果说你玩这个三国战机秒杀 可能还有很多技术点啊 玩西游诗歌传有没有技术点呢 也有 啊 火云刀就是技术点 看 白色的啊 当然这个 跟大家说这个技术点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就是 某些道具的利用 因为这个游戏 它是有 有连招上限的啊 你有时候确实没有办法 你可以计算一些伤害 然后呢 这个连招来讲呢 就是一些普攻加道具 然后再接必杀追递 呃 事实上呢 倒也 倒也确实是啊 这个呃 不是大伙那么难理解 但是这个操作确实挺难啊 你像我小时候 我就玩不了 包括现在我也玩不了西游社传 这个游戏 你给我七八十个币 我估计能通吧 我估计是啊 然后呢 好 白银狮子 戴上之后呢 对吧 每次受伤害 只能是保底的一点伤害啊 不能受多点伤害 除非你有青钢剑啊 但是说这个意思啊 这个这个 跟大家讲 你看 大伙能理解我的 我说法了啊 就是这个 就有时候你看 就看一些比较重要的点啊 就是比如说你像每次 比如说细节 每次打boss的时候 boss都有一个出场动画 这时候呢 很简单 比如说哎对 你放一个小宝 这时候你就可以动了 你可以提前做出这个动作 提前做动作的话呢 就可以特别的好 然后你会发现 这边呢 一直啊 就已经在打了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每一关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一出场 还有亮个像啊 就挺呲的啊 咱们该把这个位置站好 该输出输出 然后同时呢 你像这些道具 该剪剪 对吧 一定要配合得上 然后很多的道具 怎么怎么用 比如说包括这个照射镜 咱们满刚才在这个 打这个蜘蛛精的时候啊 这里面也是各种小道具 这里面按理说呢 它是金属性的 咱们都是两个 两个都是金 然后呢 很多人说 他为什么不爱打呀 就是tass嘛 基本上就是 一定要玩到最极限 比如说这一针 我打他 他还没有起身 受不到伤害 但我下一针 就能出伤害 那我一定是在下一针的时候 第一时间戳 一二下跳 或者一二 或者一 一个道具 A一下 比如说一个宝塔 这个宝塔 是从空中落下 需要时间 A一下 一被砸 然后起身 必杀追地 这也是很重要的啊 好 白色的啊 这个跳还不行啊 跳只能看到 一呐呐 边上 他那个 那个旗板 他那个小袍子 还开叉啊 你看他那个 穿那个小连衣裙 还开叉 中间一个 紫色的素腰 对不对 然后胳膊上 还有两个紫色的 小小袋子 但是 这个你 火云刀 那就真的是 实打实的火云刀 我这不是跟大家伙 嘻嘻哈哈的啊 如果大伙有心情 可以往前倒 比如说在第二关 还第一关 放火云刀啊 对吧 你放了火云刀 那个 第一关第一关 那火云刀 才是YYDS 好 这个呢 就是传说中的 倒数第二关的 这个 倒数第二关的 这个老鼠精 线空山 无底洞 这无底洞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这个动画啊 他这个 这个地底下 直接裂开了 还是那么像 爆米花那样的裂 我觉得特别恐怖啊 你看啊 待会你们看一下 再无硬刀 好 比如说要提前练啊 好 然后这个地 你看像爆米花似的 咕咕咕咕咕咕咕 这么崩出来 然后底下像地狱一样啊 就得像那个 汤姆和Jerry 就是猫和老鼠里面 把那个 有一次猫做噩梦 梦到自己下地狱 是不是啊 然后那个 底下那个狗 看到啊 然后 那似的啊 哈哈 你说起这个 那种感觉啊 都是跟什么呢 联系到一块呢 就是啊 地心底下是岩浆 啊 是吧 地壳底下啊 无论是地底 还是海底啊 这个人类在太空上的建树 远远比这个 像大海 或者地底下 探索的要深啊 你对吧 对吧 咱们早就是 是吧 人类早就上月 上月球了 对吧 这个探测器 都已经划过这个 各种这个 天王海王 对吧 各种星 然后呢 还有这个旅行者啊 已经突破 已经快 已经到刻意搏带了 是不是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你 你对海底 可能 探索的还是不行 对地底探索呢 最深的据说 也就是一万两千米左右啊 对吧 这个 挖着挖着挖不进去了啊 这个钻头干不动了啊 一万多米 我得给大家讲解 什么叫一万米啊 一万米 就是 你跑 十公里 你想想啊 再再是有地心引力 咱们再 你就想啊 一万米 你跑 十公里 这挺挺远了 我跑十公里 我往快了跑 我最 我个人快 一个小时 对吧 一个小时点 保底 对吧 一个小时零五分啊 零十 七十分钟 差不多了啊 状态好的话 一个小时应该能差不多 反正就是 五分钟 一配送 对吧 我感觉 对吧 你差不多 你想想 你一直跑 你要跑一个小时 就能跑了 对吧 当然很多人说 那我掉下去 能掉多少时间 一个自由落体 但你想想啊 这个自由落体 咱先不说 这往高了说 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山 8848 虽然说每年都往上涨点 但是也就那么回事啊 也就不到九千 对不对 你往底下发 一万两千米 再就是啥呢 那你只能说火 火星上的山啊 它会高一点啊 很多人说 那火星比地球小了 不知道几个量级 对吧 火星比 它又不是金星 金星比地球是能比 而且比地球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你火星那么小 是吧 对吧 你那么高的山 怎么可能啊 恰恰是因为它小 它山才高啊 它大 它山就不能高了 因为它这个 尤其是引力一大 你这 你懂得都懂不懂 别问了啊 对吧 你山就高不起来了 但是 这个 所以说 你挖吧 还有海底也是 海底也是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也就那么深 也就一万来米 对不对啊 但你 你往太空上的 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未来怎么样 咱也不知道 你可能等我狼 90多岁 燕青那天 这个地球 那时候科技 啥样 咱也不知道了 这咱不懂了 咱也不敢问啊 好 OK 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 这个 小龙女啊 确实慢一点啊 看得出来 慢在哪呢 我觉得慢 不是慢在这个 就是伤害嘛 就真的是伤害 尤其是你像咱们 这是火克金 打了他这一套 AA下跳 就那么点血 你看 三个AA下跳 就这么点血 接必杀还能好一点点 但是必杀的时间也不短 你看 他这个必杀啊 就是一打打一套 然后时间可能 待个三秒钟左右 你想想 感觉心态都乱了 OK 一个屁 感觉他最后是一顿打 必杀 他这个必杀呢 就是最后还练了一个 没 他就定住了 红丸的跟没事 打你大姑妈 你看啊 撂撂撂撂撂 转转转转转 就是那个 二階堂红丸的那个 反摇手 还是个反摇轻手 转三下就飞出去了 那种 98都不飞出去 是不是一样的 这玩意都可以 从来都是被模仿 没有被超越 但是 我真是服了 然后呢 老杀就是试恶剑 老杀跟试恶剑干什么了 这老杀 他为什么会有试恶剑呢 这个游戏设计的 这有说吧 跟这个 跟这个刘邦有关系 是不是啊 你要说这个 你要说这个 官二爷 好 一个雷 炸完 再接必杀 他到地宫吗 最后再练一个这个 他这个招有点像什么 大家会玩不玩 问那个鸡鸡版的龙吼 那个龙吼就特别屌 龙吼的话呢 属于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角色 也是个罗莉 也是穿的这个感觉差不多 有点忧郁啊 挺小的小萝莉 穿着一个呃 这个女仆装 然后呢 哈了个眼睛 他的这个哈了个脸啊 他的这个 同组的人呢 是戴着墨镜的一个大叔长头发 我不是大伙玩 问玩游戏啊 我常玩小的时候 我就喜欢玩这个组合 那里面就那个 手里拿握两个能量球 是吧 他最后打必杀 就是一推出去 就这个姿势 然后有能量 但是他最后推那个姿势 像不像那个 super里面 然后每个人去吸血 都是那个前后前 有气的 气满了之后 前后前 然后直接吸血 吸小兵人会的boss的血 当然呢 如果你撇一个那个血柱 可以吸队友的血啊 小的时候感觉就是 谁也不去剪血柱啊 谁去剪血柱 我就真事了 你敢骗 吸着我 我就敢关机 真的 我只能这么说 你剪个破血柱 然后我完满血了 我死人了 然后你没血了 你还特意血 杀到没血 过来吸我 要不要点鼻脸 我只能这么说啊 OK 来看看流神 好 OK 哇 这个大牛真是太帅了啊 一个雷 接必杀 我感觉这个大牛九 是真值钱 卡 一二 然后直接玄冰斧 再接必杀 这个必杀追地啊 确实很厉害的啊 一二 是恶剑 然后接必杀 好 一个宝塔 然后接必杀 必杀是可以追地的啊 这种感觉 必中 可以 正常感觉这个贼好啊 但如果说不速通 什么都不带 只能A 对吧 这个全禁的玩法 之后也会给大家伙做的啊 TAS还真的能做出来啊 兄弟们 而且是其他角色啊 不是老沙啊 不是老沙 比如说猴子 但是他最最最难受的点 其实并不是说 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 主要是 可能会时间不够啊 伤害打不出来啊 这一点是最主要的 玲珑宝塔 玲珑塔 塔玲珑 玲珑宝塔 十三层 嗯 你看 先放宝塔 A一下 然后对吧 塔震完了 接必杀 压起身 又练超杀了 变小 一二 兵 接必杀 伤害 还在摆在这儿 不行啊 你看 现在时间 还剩24 23 EA一个塔 接必杀 应该没死 死了 伤害正好够 可以 26分钟啊 26分钟 50多秒啊 不到27啊 这是可以的啊 而且还不算钱 其实算钱嘛 直接开始计时的啊 底下那个393 应该是他的帧数啊 OK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大鸡牛 直接被一个乳来生长啊 看就是 你看 这全是松果体 头上啊 头上全是松果体 OK 直接干掉 那在片尾的最后呢 也是感谢咱们的JHQ123456大神 也感谢大伙的收听 我们就下期 再见吧